這支影片我們會告訴你 為什麼ETN適合年輕人投資的三大特點 此外我們還會跟大家分析 ETN在短線還有長線的實際操作上 應該要怎麼去做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賈 歡迎來到投資 HIGH 什麼 這是我們的新單元 HIGH 投資 ETN 這支影片主要跟大家介紹 ETN是什麼 我認為為什麼ETN適合投資人投資的三個特點 最後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對ETN比較常用的一些問題 尤其是在流動性的部分 我們先來講一下ETN是什麼 ETN它是指數投資證券 簡單理解它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被動追蹤指數 第二個是它管理費低 第三個是它有一個到期日 大家聽完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ETN跟ETF感覺很像 的確它們有相似的部分 但事實上它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商品 我們先來講講看ETN跟ETF相同的地方 它們相同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個它們都是去追蹤某個指數 第二個它們的管理費都較為低廉 它們相異的地方主要也有兩點 第一個它們發行方不同 ETN的發行方是券商 ETF的發行方則是投信 那這會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以台灣的法律來說 今晚會去對ETN的發行方 有一些比較嚴格的要求 比如說你的資本額需要大於100億等等 可以讓這個ETN的發行更為順利 然後也不會有全單額外的風險 那ETN跟ETF另外一個的差別就是ETN它是沒有追蹤不差的 我們都知道ETF它追蹤指數 它會去實際持有這個指數裡面的成分股 但是ETN不會 ETN它採的是一個叫做信用承諾的追蹤機制 它只單看這個指數在某一個特定期間的漲幅或跌幅 那舉個例子來說吧 假設今天有個投資人他想要投資美國標普500指數 那投資期間都是一年 那現在有兩個選擇讓他選 一個是標普500指數的ETF 一個是標普500指數的ETN 那在這一年內這個標普500指數從100漲到了200 那如果你是買ETN的話 你得到的報酬就是100% 可是如果你是買ETF的話 你得到的報酬不一定會是100% 可能會有一個稍微的溢價 因為它實際上會去投入標普500指數500多間公司的股票 所以它得到的報酬不一定跟指數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ETN 為什麼適合投資人去投資 我覺得主要有三點 第一個是他的交易成本低 大家都知道我們買ETF會有幾個費用 通常大家最清楚的就是管理費對吧 但事實上還會有一些什麼交易稅啊等等的費用 可是如果你是買ETN的話 就只會有管理費這個費用而已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ETN他沒有追蹤物差 那詳細我們在前面舉例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第三個我覺得大家常忽略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ETN可以節省投資人的國際換費的成本 那什麼意思呢 要知道在台灣有一些ETN 他們追蹤的指數啊 其實是投資國外 比如說美國的低波動啊 或是剛剛才提到的美國標普拜指數的ETN 最為投資人來說我們只要用台幣就可以投資 而且也不用開付委託的賬號 這個就是變相節省了付委託的費用 或者是我們想要做國外投資 用國外券商的換回成本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講投資ETN的幾種情境 第一種是你可能不想要讓你的投資有追蹤商的誤差 那你就可以選擇投資ETN 第二種是你想要投資一個比較特定國家 或是產業的地區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找找看 這個產業或是這個地區有沒有相應的指數 那有沒有追蹤這個指數的ETN 那第三個是你想要讓你的投資管理費更加低廉 那這時候ETN也是很棒的選擇 那第四點就是你想要投資的這個指數 它的ETF價差可能過高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幾支台灣比較常見的ETN 那從表格可以發現 其實台灣的ETN追蹤指數可以說是包山包海 有特定產業比如說5G 或者是特定地區比如說美國 那甚至還有用一些比較特別 邊目方式組成的指數 比如說特選價值等等 那大家可能會留意到為什麼表上的ETN都是統一呢 那其實也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統一它算是台灣比較早開始在ETN上面做耕耘 然後發行量也比較大的券商 那當然大家在投資的時候也可以去翻一下 比如說元大富邦等券商他們的ETN情況怎麼樣 那綜合比較之後再選出對自己最適合的投資標的 那再來我們來講ETN短線實際的應用 其實我個人認為ETN是比較適合做短線操作的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想要投資一個國家或是產業 它不在台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去購買這個ETN 這樣你竟能省下換位的成本 然後你也可以省下 就是開付委託交易這些股票的手續費 所以其實短線來說我覺得ETN是一個還不錯的工具 那最後我們來聊一個大家在投資ETN前可能會常有的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ETN流動性的問題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ETN在台灣好像沒什麼人知道 那它的流動性到底好不好呢 事實上今晚會對這些發行ETN的券商是有嚴格的法律要求的 會要求他們去擔任肇事商 那以大家可以看這張圖片 其實買賣兩檔的加穩每檔都超過400張 所以在流動性上其實是會有法律去做支撐的 我們在投資ETN的時候是不是我們賺錢 券商就虧錢了 實際上情況也不會是這樣 因為其實券商都是會做相應的避錢手段 比如說你們可以去台灣證交持有的網站 都可以查到每一支ETN它實際上持有的東西是什麼 那最常見的方式可能今天有一個標普500指數的ETN好了 那券商竟然敢把這些東西 把這個標的賣給別人 那它也會做相應的處理 比如說它去買這個500指數裡面 權重比較大的股票看漲集權之類的 所以其實也不會有這方面的疑慮 那這大概就是我們這支影片介紹ETN的內容 那如果對影片當中哪些地方有疑問 不解或是有建議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是小假 我們下次再見